終於會再見囉 1月1號2023年 然後又電視節出現 我想說這部戲再見了好多次喔 我自己來這邊 我剛剛在樓上舒嬅說 我是不是來這邊開過記者會 對 我們這有跟米米和耀人嗎 耀人有嗎 有啊 飛槍有一隻 飛槍沒有 他不在 他在修羅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是好像新的 那是什麼時候 那時候他修羅的時候 那時候超忙 然後終於要上 終於 終於 會不會好事好事 再見2022 然後之後 2023 我覺得好 2023再見 那有時候一開始就是 delay 你會不會想說 是不是 你自己有帶這個V 因為畢竟你身上有好幾處 好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你不要講出來 所以你有這個病情 而且都在滑石 真的假的 對 但還好就是一步一步都要播了 蠻開心的 只是比較慢一點而已 只是比較延了一些 也好也好 好事有安排的 對對對 好事有安排的 對 我們這次我也有問過 欸是不是你帶 沒事 沒事 所以他到底是 哪一步 前面那個人已經 走了 哪一個人 沒有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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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所以他到底是演雙胞胎 還好 哎唷 真的不能講 這不能講 跟你提到這些都有可能 對 都有可能 對 那我們也有是 對 後面講到會是精神解謎的方式 或是這個讓 我們比較希望讓 看的人自己去理解 因為很難告訴你們現在 因為整個戲大概 前半段都一直在尋找他 所以我們 對我們 我們不能 對 我們都在找他 所以這個 對是失蹤 所以對 講出來的話就 就沒意思 真的就沒意思 是一個很特別的 很特別的品 嗯 他演的時候有發生什麼 靈異事件嗎 這是靈異變嗎 對啊感覺好靈異喔 靈異事件嗎 沒有欸 沒有啊 不是因為看 剛剛看片花 演的時候好像都在跟 看不見的人對話那種感覺 嗯 但沒有 因為那是 還蠻五星級的飯店喔 還不錯 我覺得那個環境蠻 比較挑戰 就像剛剛子儀講 他要去分析 這兩個不同個性 對 對 所以他的心理團 可能轉過來是 對 然後每個人的習慣 動作也都不太一樣 對 然後表演方式也不太一樣 所以你要怎麼樣在短時間內 完全傳播到 要人他的狀態是什麼 而且 他人是這樣 可是他演杜凱威可能也不是這樣 所以你要去詮釋他杜凱威這樣子 對不對 所以我基本上 因為他有被上昇 就我在演之前 我就是 會看 他跟佩扎拍的袋子 他們都會傳給我 然後我就會一直看 一直看 然後去抓他跟 楚威互動之間的狀態是什麼 對對對 這樣子 盡量去傳播 我覺得不太容易 那你知道做筆記顯得很精準說 他會怎樣 其實不用特別 因為我們做筆記的話 反而你要花時間去看筆記 你會 會分神 其實盡量就是用身體去記憶 記憶這些東西 然後 其實我覺得最難的是 我上次有看到一個報導 有講到有關於戀愛這一塊 我是可以講的 可以喔 我真的覺得最難的是 我要怎麼樣 原本是喜歡 那個 杜凱威 然後最後喜歡那種 然後其實中間是 其實有點錯亂的一個狀態 就是我到底是 哪一個是真的喜歡 哪一個是真的愛 哪一個是 真的是那種 兩個人在一起之間的情感 還是只是一種 依戀 訓練或執著 你很難去抓到那個之間的感覺 對我覺得這個 所以你戲裡要喜歡男生 又要喜歡女生 其實他中間有一個很特別的轉折 那我覺得這邊就是要問沛佳 那一場戲我覺得超酷的 我們在客庭那一場 然後他就拿著劇本 然後他說 欸你會怎麼演 然後我就說 大概就整整整這樣唱 然後導演在旁邊 他說 你確定 你確定你情緒只有到這樣 然後 好那我們就這樣演 然後我們一試戲 我們先走一次 我們一試戲 那一場戲我怎麼沒有 有點失憶啊 對 就我們兩個走有沒有 但是前面 後面 後面兩個人對話 對對對 就是我其實是有一點要 去挖你 對 挖我的內心的東西 對 然後就 真的在走戲的時候 他一問我 爆哭 對 就是 他在看劇本的時候 他已經看到這一塊 因為我覺得他那時候 應該會很脆弱 會很脆弱 會有一個 被看透跟看穿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可是我在 我們兩個在看劇本的時候 我還沒有掉進那個角色裡面 我還不知道 所以他其實已經看到那個 對 所以 其實配他其實 幫助很多 有關於帶戲這一塊 對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的製作 比較顛覆一般人對台語系的 這個既定影響 真的 然後 我們融入了這個 這個音樂 也跟以往不一樣 然後這一次也真的是 老演員 資深演員 跟這個年輕一代的演員 都是一個非常點尖的組合 所以其實在整個拍戲過程當中 很快樂的 而且你們之間會碰撞出新的一個活動 然後在有效的時間 跟有效的狀況 把這個戲劇拍完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感謝的 然後這些演員 自己功課都做得非常準 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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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是不是可以加的台語 比較 喔我台語很不行 對 他看起來明明就是台語人 對不對 我台語其實很好 真的嗎 他像外省人 我比較像外省人 不客家 客家 客家 我客家話還比較好 他在台戲的時候都有教我講客家話 我客家話還比較好 但我台語是真的 比較沒有辦法 那會影響你的演出嗎 我就只能盡量 對啊 就盡量講 可是他的台語講出來很有 有一個開口 對 然後有一個很特別 就會讓人家 喜歡的那個味道 我覺得他的台語其實還蠻到位 就是其實在順詞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有點卡卡 可是五四三一的時候 他幾乎一字都不漏 他就是場上劍的人 對 他就是高低音的嘛 都沒有飄 因為很多的台語尾音會亂飄 嗯 我其實都不知道他們在講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厲害了吧 厲害 是的很好 他是真的嗎 我真的不知道 當作外語片在演是不是 對 其實是耶 其實有時候講台語跟客語的時候 真的就是 就變成你只是去記 有點像唱歌一樣 你就只能真的用那個語感去記 而不是 記什麼 一聲二聲三聲四聲 那個 那個反而會 記一個感覺 對 那你有時候會露街嗎 譬如說他可能已經講完了 你說聽不清楚對方講什麼 不會不合 因為我都會再三確認說 你最後一句是什麼 對對對 你的偽字是什麼 你偽字是什麼 最後兩個字是什麼 最後兩個字是什麼 對 因為我也會怕我聽不懂 對 所以都要 就是我們在拍之前 都一定要很清楚 也不會啊 也不會啊 也不會 就是我們在創作的時候 其實是前面走戲 那時候就創作 那我們排戲的時候 大概就定了 確定 大概就走這樣 他就要確認最後一句 對對對 對對對 這我們其實基本上都會確認 對 但是他會確認再三 他會確認再三 他會確認再三 不要不要 那樣會出戲 這樣台語言感情戲 會不會有一點 就是講不出的感覺 我覺得不會 其實我覺得台語 本來大家好像都會覺得 用台語 我覺得最難是用台語講 小王子的台語 小王子 我們那段是啊 我們兩個 我們在分開的時候 是用台語講小王子 哪裡段呢 夠啊 我這個詩音很嚴重 等一下我先回答他這個問題 好你先回答 先回答他 對他已經演八百部 這隔得有點太久了 其實本來好像會覺得用台語 或是特語 因為是不熟悉的語言 反而在講一些敘述情感 或是愛意的話的時候 會很 可能會很尷尬 但後來我發現 其實你真的帶入那個情感 去講那些台詞的時候 它會變得很自然 嗯 因為你真的是用情感去帶語言 而不是用語言去帶情感 對那就變成是 對那就會變成是 就跟你講過語 是一樣的 嗯 那子儀哥覺得 跟佩嘉妍感情系比較深刻 還是跟耀仁 耀仁 因為 因為基本上 因為 是不是 因為我跟佩嘉妍感情系的時候 多半時間不是我 不是許志然 對對對 對對對 但是我對耀仁的時候 就是完全許志然出來的東西 所以會很有感覺 像我剛剛看到他錄影片 我又忍不住就是 眼花有點濕 可是他現在狀態很好 我發現他就是很愛他 我很愛他 你很真愛啦 對我很愛他 對他真的很愛他 然後我剛剛回答一下 我剛剛講什麼我忘記了 然後你先回答 你說小王子那個啊 因為我們講那個修容褲啊 欸小王子那個用台語講也夠難欸 他就是因為拗口啦 因為他 比較穩學 對對對 我們應該要出一個台語版 有 我們耀仁有把這個 戲裡面的所有小王子的金句 全部都用台語 台語唸 對 因為他台語真的 他台語真的很好聽 他台語真的很好聽 對 他聲音很好聽 對 我們那聲線很好 對 我們也是另外發現 我愛 對 沒有因為他本來就唱音樂劇 對 所以他聲音運用得非常好 然後他肢體那種 對 很棒真的 很喜歡的那個演員 真的 我也很喜歡 哈哈哈哈 他講個笑 很棒 明明有覺得自己的角色最挑戰性的是什麼 最挑戰性喔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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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第一天拍那場哭戲 哪有哭戲 我哪有拍哭戲 你拍很多哭戲 然後燈光師跟我們在住飯店收工的時候 我們在樓下休業的時候 就說 欸 明明哭超好看欸 那燈光師跑過來跟我歐漏明明 他哭戲 哭得很棒 忘記這件事欸 你有確診嗎 你有確診嗎 腦霧這樣 有啊 之前有確診 沒有啊 自己有確診 在辦公室的我記得喔 辦公室 你在辦公室好像有被罵哭還是什麼 欸我忘記我到底怎麼啦 你好像有罵哭 因為你就是會常常出包啊 然後你好像有被總編輯罵 還什麼的 是喔 好像有吧 我好像記得有被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他戲好到忘了 你看 反正燈光師有特別跟我說 他哭戲很棒 因為燈光師很少跟人家聊天 所以他會就 早話聊天 也沒有啦 他願意誇獎 他願意誇獎真的是 可是他很熟 但是我們是自己 你真的不錯 對 開線 既然大家都忘光 那我們要問時事好了 時事 你們這麼想時事啊 什麼時事啊 你跟那個甜甜熟 對 我剛剛已經回答了 我再回答一次好了 對 我覺得 因為在場其實蠻多媽媽的 我覺得 大家結了婚生的小孩 又是完全會把整個心力放在家庭裡面 其實我們拍完以後這樣 他後面結了婚以後 我們大家都沒什麼聯絡 就連我們以後這樣 那一票演員聚會 他都 其實都是 啊我要顧小孩幹嘛的 對 所以其實我們都沒有接觸到這一塊 連他那個時候進教會 所以我都是看信會 他就洗了 對 然後最近離開教會 也是 他離開了 對 就是這樣 我們都沒有討論到這一塊 公廟嗎 對 因為我自己是佛道教 所以我不太了解說 其他宗教他們是有什麼樣的體系 然後我跟哥哥 我跟製作人都是在同一個公廟服務 對對對 然後我們其實很自由放任 就是 你不來 那 你是自己對神明負責 對啊 你不用對人負責 那那些奉獻的 其實對你們來說是相有錢的東西 嗯 你們會就是 可能固定 沒有規定 佛道教其實不太會去規定這個 因為我們沒有 對 我們都是水洗 那你就知道沒捐 是嗎 他 如果大家 有空的話 大年初四 可以來我們龍太公 拜拜 很精彩 怎麼樣很精彩 很精彩 財神爺那時候要下來發錢 財神爺 對 歡迎 哇 出事先記起來 他放財神爺 那你出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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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況是怎麼樣 是有空就上去公廟 對對對 我只要有空都在上 那你出事可以邀甜甜一起去 他方便嗎 他現在 你是說他還是基督徒啊 對啊 對啊 財神爺發的錢你要奉獻一點 財神爺發的錢 通常是發天幣 你知道嗎 就是你這一年之後會賺的錢 他發給你 他只是意向給你一個紅包 有一點像發財經是不是 對 是真的錢了喔 裡面會有真的錢 只是不多 好啦 給你你要來 哈哈 你大家以為還可以剪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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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麼看這個信仰的問題 炒成這個樣子 這樣 炒成這樣 我們最近要一直回到這一題 對 我覺得喔 信仰是在自己 每個 每個宗教 任何宗教 對 最終 我們接受到的就是 愛是人 愛是自己 愛是人 所以我覺得哪個宗教 怎麼樣 我覺得 這個是 各自的問題 那我們只要關好我們自己就好 對 我們可以再來講一下這個 再見 因為他們都忘光了 對啊 你看一下 魏映克說忘光了 我都有講 對 他也都有講 我覺得可以提 我們在台中拍 真的是天氣很好 而且天氣很棒 很漂亮 然後 場景 這些自然的場景 真的都很美 真的 那光很漂亮 像這個樹林 這個樹林 超漂亮 然後還有一個夜景 超漂亮 就我們兩個等到爆炸的那天 喔 那是百萬夜景 對 那是百萬夜景 什麼叫百萬夜景 百萬夜景 哪裡啊 你幫我翻畫是不是 百萬夜景 就是 就是 價值百萬的夜景 就是非常值錢的夜景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他從黃昏開始美到晚上 但真的很冷 但真的很冷 全聚都在台中拍 全聚都在台中拍 那名譽有那個嗎 家裡那麼近 會就是 我們 我們有吃不完的餅 對 我們吃不完的蛋黃酥 太讚了 有有有有有有 有貢獻一下 有貢獻一下 有貢獻 有貢獻 有慰到工作人員 有慰到大家 對 配家跨年有跟男友的計劃 目前好像还没有特别计划 因为我们最近都要忙工作的事情 但是过年会带回去 我过年很忙耶 我过年那个婆婆的宣传跑步 要开始跑了 对啊 我连回家 好像回家都会有点难 因为春节党了 赫穗片 恭喜发财 发财 你要去发红包了 你的老家是在哪里啊 如果你过年要回去 高雄 对 所以就会觉得如果只有一天两天 还要回去的话 就想说干脆就好 很休假长一年再回去 对 老蜜蜜也要被问啊 过年 我现在要在拍老戏 说应该也没办法休息 对对对 我今天早上才三点半出班 所以我现在老子好空 老戏过年没有休假 应该很累 会休两天 就是除夕 然后带人处理 也是休个一天两天 对 所以今天你就没办法回家 帮忙买饼 希望还是可以回去帮忙几天 因为很多粉丝 还是会因为我去那边 就想要来跟我拍照 这样子 然后跟我买饼 这样子 我们家会去 好 多谢多谢 多谢 要男友会带我一下吗 现在没有时间想这件事情 对对对 我也不知道 要看那个工作怎么样吧 这个不重要 这个超不重要 对啊 真的很没 对啊 真的很不重要 因为我还是想把 西施放在工作上 对不对 我会发现 会有啊 你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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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某女朋友 最近 最近 我现在叫神明 谢谢 谢谢 我现在叫神明 神明 现在就你可以救他们 神到了 对啊 你要救他们两个 不是啊 这个 就还没有决定要带回去 就这样而已啊 不是嘛 对啊 对啊 就实际未到嘛 实际未到吧 还会成熟吗 还会成熟吗 对啊 自然而然会形成 对啊 会的 这个不能急啦 急不来啦 对对 把球掉在别人 对啊 来问我好了 我带了一下 你都住家里 好好好 对 老婆 你仰子姨 你有问过神明的音乐吗 我觉得我音乐没有停过 哦真的假的 对 很强人 只是 哎呦 有什么啊 只是你跟你想不想要而已 对我觉得目前还没有 我觉得没有时间耶 因为你看你拍戏 没有是没有时间 还是没有遇到 真的觉得 你要挤时间出来啊 你很麻烦 你就要我还要挤个时间去 约会 对约会干嘛 我觉得这样好累哦 所以没有提到过 佩佳都是怎么挤出事 对啊 佩佳好反处 我跟你讲 佩佳是一个很 很会过生活的人 对 她很想要生活 而且她是一个很演员的人 很演员 什么意思啊 演员 因为像我就是还会 比如说我杀青以后 就开始上一连串的通告啊 然后我还会主持 因为我最近还会主持素食节目 不是没别的事 就是比较专心在拍戏 她是很专心在戏剧的 那我觉得 她这个很 因为我也希望未来可以走到这一块 就是 你杀青以后 留一大段时间给自己 你找回自己一下 她会出国或者是去哪里玩 然后她会让自己沉淀一下 我就需要这个时间 像我去年一整年就是 我这边还没杀青 我另外一部戏已经在订装了 然后我这边一杀我马上进这一组 对就是我完全没有时间让自己 所以其实 可是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啊 对啊 你这样你赚比较多啊 对啊 下屎 因为都喜欢这些戏 我是苦苦的过 但我很开心 我也苦苦的过 你不要让你讲 我会盛献给神明 对 对 我也盛献有钱 但是因为 这个剧本很好 你喜欢你就会 不想错 对 或是说 这个有交情你推不掉 那就会这样一连串 可是我也希望说 可以像佩莎这样是 有一段时间是可以让自己陈列一下 你主持可以放下一些吗 或是通道可以放下一些吗 哇他叫你少接一些工作耶 可是我经纪人 在喝水 哈哈哈哈 经纪人也很缺 经纪人也很缺 对耶 经纪人最近说要换房子 所以我 所以 压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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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努力 他刚买新车 今天要换房子 那没有办法 对关于姻缘没停过这件事 嗯 就是譬如说一整年 我觉得都有机会耶 有几个倒追你的 没有这样算过 没有这样算过 对但是真的是 算不完 不管是朋友的朋友 还是说工作场合上 对对对 其实都 欸其实啊这女生真不错 然后也有机会都 等一下收工去吃个饭 什么的 喔算了我收工还是回京里面 对对对 有男有女吗 有男有女 哈哈哈哈 有男有女 真的假的 我最近 真的假的啦 我还听到同事啊 我也不知道意思 你是拍这个就开启了 那个 另一个 其实 持续都有 因为我以前 读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男校嘛 就有男生我告白过 但是我觉得最近是 欸好像四十岁以后 就我农历四十岁以后 就好像男生的粉丝变多了 欸欸 对 嗯 还不错喔 可以试试看啊 所以我觉得 再见之后这个角色找我 对 对 对 刚好的 你看我们这个议题讲很多欸 我们讲了 我们刚刚在下面讲了什么 就是萨克斯风 萨克斯风 萨克斯风 情感 男男呢 男男啊 男女 然后 家庭 生 家庭 然后 靈魂 超多东西 死亡也有一点 对 超多的 对 然后他开车很凶 里面戏里面 对 可是里面戏里面有一段是他要开车 我真的是 我差点想换车 真的 因为我们开的是他的车 道具车是他的车 我一边想说 你如果少开车 你就没关系 我们到时候加速就好 嗯 哎呦 我们在山路里面 你知道 那个距离大概就这样吧 你只要稍微 动一点点方向盘 就会 入到那个 旁边的那个树枝啊什么的 他给我油门一拜啊 很多青菜就这样子冲进去了 对 没事 没凶 车开得很好 车开得不错 有在练是不是 有在练 有在练 现在比较常开了 真的吗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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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我们要录那个 好的 好的 谢谢 我在金服务的时候 你是会有到 即是 我只要 我只要 我KIGA只负责 我们京去进香 然后我当先锋 对 对 没有就是 信徒问世 问世不是 不是我们 问世还有其他的神明跟机身 对对对对 我们其实 我们不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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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谢谢 好难